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前幾天我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發了一篇限時動態 就是歡迎大家留下你的健身問題 結果呢反應非常的熱烈 出現了上千折的問題 今天呢我就挑選了一些 健身相關疑問來分享給大家 那這些問題呢 很有可能也存在你的心中 要怎樣才能練到具 一定要吃蛋白粉嗎 那肌肉的大小呢 其實它跟你的訓練強度息息相關 隨著你每一次重量的增加 你的肌肉也會跟著慢慢的變大 反之如果你每一次都用相同的重量 來做訓練的話 你的肌肉當然就是維持在一個水平 它不會再成長的啊 那另外動訓真的不一定要吃蛋白粉 但是你的蛋白質跟你的營養 一定要攝取充足 那蛋白粉呢 它只是一個CP值非常高的存在 如果你平常日常生活 你的飲食習慣 蛋白質補充的可能沒有那麼多的話 那我還是會建議你去使用蛋白粉 想把手臂練出 多練你的二頭肌跟三頭肌 如何快速不用健身器才減脂 那我個人呢非常推 高強度間歇有氧 只要用你的自身重量呢 就可以把自己抄個半死 那除了燃燒脂肪效果好之外呢 也可以順便訓練你的心肺能力 但是一定要把垃圾食物戒掉 如果工作是勞動量多的 健身餐要怎麼調 建議可以多攝取中低聚愛的食物 例如顴骨麥片 牛奶玉米山藥等等的 消化吸收的速度比較緩慢 較不容易感到飢餓感 除了能持續補充你在工作時所需的能量之外呢 也有助於控制你的體重 每次練胸背 明顯感受左右手力量有差異 可以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建議多做單邊的訓練 並且用強邊去配合弱邊 比如說你的左手比較弱 你就先練左手 然後用你的右手去配合你的左手 用一樣的重量 一樣的次數下去做 慢慢的久了之後 你的左右兩邊就會越來越平衡 訓練課表你都怎麼安排 肥大肌耐 我目前呢是會拿 7分之1的訓練時間來訓練我的耐力 7分之3訓練力量 另外7分之3訓練我的肌肥大 請概異分析大重量無法使肌肉完全收縮 降重後讓肌肉完全收縮 大重量通常更吃我們 更多肌群的血統跟結抗 相較下來呢 反而很吃我們的身間系統 跟我們肌肉的連結 那如果你是想要訓練肌肥大的話 我是建議讓肌肉完整的收縮會比較好 好想去永和館 三健克健身房永和店 即將在2020年的7月底開幕 來服務大家 想在房間健身有推薦的練胸動作嗎 伏地挺身 雙腳抬高的伏地挺身 跟單手伏地挺身 都可以很好的去刺激我們的胸肌 柔軟度和活動度的差別 柔軟度呢是指你的關節 包括肌肉和韌帶 能夠活動的最大範圍 活動度呢更講求你的肌肉控制能力 打個比方來說 像我這樣手舉平的 我把我的手腕向上彎 這樣子大概接近60度就是我的活動度 那如果我施加外力呢 它就可以凹到90度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的柔軟度 活動度 柔軟度 訓練前該拉筋還是暖關節呢 訓練前應該去做一些暖身動作去提升你該訓練部位的肌肉溫度 那拉筋放鬆呢建議去放在訓練之後來做 同一套課表建議練多久換一次 大概兩三個月吧 當然這也會因為你訓練專項的不同而有所調整 怎麼樣才算有效的訓練呢 那練完之後呢會有什麼感覺嗎 其實啊有練都有效 但是如果你這次的訓練強度呢 有達到或甚至高過你之前的訓練量的話 當然是最好啦 那另外練後呢大概就是會覺得 手抖腳軟的感覺 握推應該先提升力量再來練肌肥大嗎 不用 先抓到感受度比較重要 哪種角度呢 哪種速度會讓你的肌肉更完整的收縮 如何練好下胸 那一般的平胸臥推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們的下胸 反而是上胸這一塊比較難練 要多下一點苦心 一天最常可以練多久 看你的恢復力啦 但是像一般30歲左右的壯年 一天練個兩三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練背時小臂都會先抱 該怎麼辦 建議你使用拉力帶 需要有一天練腹肌嗎 剛上健身房第二個月了 都是胸背腿胸練四天六日休 其實你把腹肌訓練擺在你平常的訓練課表當中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練背那天可以練你的下腹 那你練胸那天可以練你的上腹 單槓次數來到撞強級該怎麼去突破它 我會建議你降低訓練的次數 去提升訓練組數來增加你的訓練總量 比如說你可能今天的極限是8下5組 換算起來是40下 你可能就換成用5下去練10組 換算起來就是50下 就比你原先的訓練多了10下 那之後你可能提升6下10組變60下 慢慢的你就可以做到8下10組 就變80下 就從你原本40下進步到80下 那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我自己也會這樣子訓練我的一體向上 要怎麼練腹肌的肌肉 仰臥捲腹下腹抬腿 側腹轉體登山跑等等的 那我這邊提供我的腹肌訓練影片給大家 肌肉多脂肪多的下一步該怎麼做 那我自己的話呢 我會先選擇先去減脂 那減完之後呢 再看一下我身體的肌肉線條 哪邊比較弱 我就去加強弱的地方 我很瘦 變壯的話 是不是體重應該增加 是的 我自己呢 也是從60公斤 邊練邊吃 吃到現在 80公斤 全蓋衣一天都怎麼吃的 正常的三餐 那可能練後的時候會搭配雞胸肉 或者 想知道蓋衣的一週菜單 我自己的話 目前是四天練全身 胸腿肩背四天 那胸搭配二頭 腿 臀 腫 肩膀搭配三頭 上斜方 背的話 就搭配下腹 就這樣 無限循環 我是一方體質 這種情況下 你是怎麼做到邊吃美食 邊增肌減脂 那這個我自己本身也做不到 看你對美食的定義是什麼 像我自己的可能就是去那種 吃到飽的燒肉店 然後有附著 冰淇淋貴的那一種 一邊吃燒肉一直吃 然後一邊吃冰淇淋 這樣子 那我自己呢 在增肌騎的時候 偶爾 偶爾會去這樣子吃一頓 但是減脂騎的時候 基本上 我是不會這樣子吃的 朋友健身 每一年就使用內複唇 連基本訓練動作 課表安排 飲食都沒掌握 要怎麼勸 其實啊 我一直覺得這種事情 沒什麼好勸的 那個是你朋友他自己的選擇 他自然會從過程中呢 去找到 去得到 他想要的 周遭朋友說 剛健身完半小時 可以狂吃垃圾食物 說完全不會變胖 這是真的嗎 你先看一下你的朋友 這樣子持續多久了 然後再看一下他的身材 長什麼樣子 那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部分還蠻吃你個人基因的 我有個藥師朋友 他就是每次訓練完 他就會吃像什麼麥當勞 那種炸雞啊 但是他體脂肪就是沒有很高 但如果我這樣吃的話呢 我肯定體脂肪會變得很高 所以這個蠻看個人體質的 你最喜歡女生哪個部位練得很好 屁股跟腰臀 那臀部呢 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訓練累積起來的 那腰的粗細呢 這跟體脂肪有點關係 就是要你非常自律的飲食 才有辦法達到 努力的訓練 然後有自律的飲食 能做到這兩點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欣賞 請問如果想把肌肉練的大塊 得先增重嗎 不用 邊練邊吃你的肌素 慢慢會變粗 肌肉看起來會更加的 渾厚 那體重自然而然也會跟得上去 千萬不要先吃到很重 再來訓練 這樣子反而對你的 關節負擔會比較大 而且你會增加非常多的體脂肪 啞鈴練了很久 手臂還是沒有變化 5公斤啞鈴完全沒有感覺到肌肉痠 伴隨著肌肉的成長 你的負重強度也是要跟著慢慢增加的 你可以試著把你5公斤的啞鈴 換成7.5 7.5在進步之後換成10公斤 慢慢你手臂自然而然就會變粗了 另外 三頭也要練 請問保持你持續健身的動力是什麼 漂亮的外型 健康的身心 還有你們大家的支持 重訓搭配跑步會不會拒步起來 不會 如何在不損失力量的情況下減脂 基本上減脂期因為熱量的控制 還有你體脂肪跟體重的下降呢 要維持你平常的訓練水平就已經 蠻困難的 當然還是建議你就是慢慢減就好 不要一次讓體重掉的太快 如何抓出99枚訓練後的第一次訓練量 同樣的次數同樣的主數 你可能降個20%來訓練 慢慢的花個兩個星期 去把力量跟你的訓練強度拉回來 晚餐後的健身效果會不會比較差 太晚健身是不是會影響睡眠 晚餐後的健身效果不會比較差 另外太晚健身會不會影響睡眠 這一點我覺得是會的 因為你在睡前去做比較高強度的訓練 對你的交感神經會比較亢奮 就比較容易失眠或睡不好 當然這一點可能也是蠻因人而異的 請問握推的槓鈴握法如何保持手腕中立 那今天呢把槓的壓力去落在接近你手腕的地方 大概這個位置 如果你太靠近手心 壓下去的時候可能會折到你的手腕 造成不死 側邊看起來的話 你把槓握起來會有點像出拳的樣子 這樣子 去推 健身時如何正確的偷瞄辣妹 先看對方的眼睛 確認對方有沒有在看 有可能兩個禮拜減20公斤嗎 自然的狀態下不可能 有推薦的練腿器材嗎 後腳抬高蹲架 深蹲架 犧牲機 還有腿後勾的機器 都很不錯 增肌的重點 訓練強度要隨著時間去提升 充足的蛋白質跟飲食 很想運動健身 但一個人完全沒動力 如果你真的很想運動健身 一個人怎麼會沒有動力呢 再說健身房到處都是人 你不是一個人 去認識新朋友吧 健身新手應該從哪左手 第一件事呢 先把你的訓練計畫定下來 包括你的訓練菜單 課表 時間 那第二步呢 就是照著去做 那訓練的菜單 課表什麼呢 我都有做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請享用 該依你會注重肌肉比例 還是肌肉量 我比較注重 肌肉比例 各大品牌乳清解析優勢 那麥可鏡的話 種類最多元 口味最多 價格最便宜 而且 代言人最親民 其他品牌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對於使用黑魔法一兩年就超壯的人 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我完全不會覺得不公平 有捨就得 你願意犧牲掉你的健康跟金錢 去換取你的肌肉量傷先嗎 我個人是不願意啊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公不公平 傳統硬舉跟相撲硬舉差在哪 動作上來說的話 相撲硬舉就是你的雙手在雙腿之內 那傳統硬舉就是你的雙手在雙腿之外 那以訓練上來說的話 傳統硬舉它比較吃你的背 那相撲硬舉比較吃你的腿 如果健身完肌肉會痠的話 隔天還要練嗎 如果是同一個部位在痠的話 就建議你不要練 那如果像你練完胸周 隔天胸很痠 那你的腿 背還可以練 槓鈴訓練雖然老派但威力無窮嘛 所以說槓鈴老派了 槓鈴很吵好嗎 而且威力來自於人的本身 不是槓 怎樣練才不會每一組都力竭 不會過度訓練 假設你今天要練臥推五組好了 前三組就建議你保持訓練次數 去保持那個訓練的量 那後面兩組就可以把它推到力竭 這個就叫做 最近開始從徒手健身到步入健身房 緊張有什麼禮儀要遵守嗎 聽朋友說不能有夜毛 記得戴個毛巾跟水壺 穿著整齊運動服 要不要刮夜毛這個就因人而異 這個健身房沒有強制規定 蓋鈴他爹有掛嗎 Yeah Cable夾胸動作角度不同 練到胸部位也會不同嗎 會 那隨著角度的不同呢 上下胸肌的肌肉參與也會不一樣 一直被說練太重怎麼辦 這個是炫耀文吧 我怎麼就沒有這個困擾 健人早餐最應該吃些什麼食物 不要太油膩 中低俱哀的食物 例如 奇異果啊 全骨麥片啊 牛奶 雞蛋這些 蓋伊比較有推薦 TINGERON的哪款服飾 第一次留言希望能被恢復 如果你是第一次入手TINGERON他們家的服飾的話 像我身上這件肌肉背心 他們家的牛角袖短袖 跟TINGERON這三款我個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愛 分享給大家 想請問一組多少下是最適合提升力量的 3到9下 請問硬舉腳是朝前還是向外打開 建議你腳尖隨著膝蓋的變化 比如說你腳站的越開 你的膝蓋打的越開 你的腳尖就順著髒越開 再說握推時 什麼時間點要夾緊肩胛骨 一開始的準備動作到訓練的全程過程 你的肩胛骨都要向後加緊 一個禮拜建議練幾次業餘 那我會建議你一個禮拜大概練三到四天 持續三個月 你的身材就會有非常明顯的成長 看到自己沒成績比別人慢 好想放棄 健身得到成果是你自己的 重點是你堅持下去之後 你的身材一定會比之前的你要來的更進步 那如果你要去跟別人比的話 真的永遠都比不完 買那種架在門框上的乾乾可以練好嗎 可以啊他就是自家的單槓 如果他架起來去訓練 他不會掉下來的話 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健身器材 想請問如果是在家庭健身 家裡最少需要哪些健身器材 才能練完全身 家裡啞鈴的一套訓練有什麼 建議可調式的啞鈴搭配Bench 那我這邊呢 有在家花四天練完全身就是Bench 搭配啞鈴的訓練 分享給大家 蓋伊對於開始練拳擊後 重訓刻薄有做哪些調整 在練格鬥之前呢 我是比較偏向大重量 低次數的健力課表 那在開始練格鬥之後呢 我就把我的重量降低 那主速次數提升 去訓練我的肌耐力跟爆發力 滑輪下拉感受度怎麼提升 肩胛骨向後收 然後微微的挺胸 然後去拉槓的時候啊 建議你大概用小拇指跟無名指 下面這個位置去拉 然後微微挺胸拉到 接近你大概下胸的位置 然後全程感受背肌肌肉的收縮 三頭怎麼練 三頭的主要訓練動作呢 分為仰臥 三頭屈伸 以及三頭滑輪下拉 這兩個動作就可以把你的三頭練得非常好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 六十九集健身快問快答 如果你的問題沒有出現在這邊呢 歡迎點這裡 你的健身疑問解答 都在這裡播放清單 另外呢這次我也收到非常多 關於引體向上的疑問 有很多人啊他可能引體向上都沒有辦法進步 或者甚至連一下都拉不上去 問我說有什麼可以輔助訓練 或是怎麼樣提升引體向上訓練 關於這一點呢 我會特別做一集 在下個禮拜日分享給大家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健身疑 下次見 掰掰 terug ilde字幕蓬勞 在下方留言 有很多人 でも 溜 accidents 戴 我